中國可能是貼金 到時候北交所可能很旺也不奇怪 首先我比較信心香港也維持自由的 speech on this issue 但我覺得整件事當然不是那麼好 大家如果想看多點我的分析 就記得訂閱經濟一走的YouTube頻道 以及下載他們的app 我覺得北交所對港交所的flat很小 首先我完全不明白這個時代 你搞了一個交易所有什麼意義 一個身體的地方有一個交易所 其實意義就不大 你想像一下比特幣哪有交易所 你不需要一個特定的地方 去做一件特定的事 這是一個很舊式的思考 等於數碼港一樣 你不需要特定有一個數碼港 才是特定有數碼公司 如果你要做那件事 你可能在現有的資格上做 其實還要省 但這是一個老舊的想法 我覺得是 你要做一個新的交易所 去支援一個新的領域 可能是二十年前的思考 我覺得是 我覺得容易不重要 至於你說很多公司來香港上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看到現在都發生了整兩個月 這段時間沒有什麼特別的IPO 香港 我覺得整件事 現在都已經令到香港 投資中國的資金 其實是低了的 一堆很多公司來香港 這個現象 可能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會發生 大家都未摸透之前 其實跟廣交所和其他事一樣 你要清楚 你要知道 究竟他想去到哪裏 去到那裏 我們才可以計算 如果不是的話 你現在這樣說 就算我給你上 都沒有人買 是不是 就是這樣解釋 你可以這樣想 但我覺得整件事 你不會覺得很特別 當然我覺得 因為中國都錢多 其實最近的市場 都會好一點 因為你那個A股的成交 是多了很多 那些人就 忽然之間搬了些錢 去金融資金 那裏 但如果你在價錢 其實我仍然覺得 我都堅持著覺得 價錢是低了的 那你又知道 中國很多都是貼金 如果你真的到時候 你北教所 可能很旺都不出奇 因為你貼一下金 你給面子 但是意義就不大 就是 首先 我都 比較信心 香港都維持自由 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 整件事 就不太好 當然是 一窩蜂 向一邊 其實始終有些問題 沒有調整 其實都不太好 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你會少了些 暢淡的聲音 其實就不太好 也都不是一個 聰明的做法 我覺得 你令到人 沒什麼心機說 其實都已經是很大問題 說真的 就算香港也好 香港我們都 越來越難去說 尤其這個問題 剛才說 你譬如說香港怎麼搞 香港都變了一個 現在這個角度 不是剛才說 你很難去跟別人說 一個比較好 一些 正常的投資態度 難一點 因為整個文化 都不是那麼 比較短視 我統你我你統我 大家鬥劈 變成 你比較上 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 想緊貼更多理財 投資 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和按一下小鐘 分享一下